汽車教授 職人洗車用品專賣 Ultra Dash S3 地表最強行車記錄器 Fair 環保 生活 科技 領導品牌 好我來了 愛車小搞搞 我最喜歡的一代CAMBERRY 之前也拍過收車影片跟試車影片了 個人這麼多代 上次也講過了 我一直那時候在那一片的時候 我就嘴巴一直在唸的對不對 改一個小鴨尾 換個輪框一個大包 哇這個車就很有味道 剩下都不用動 所以呢 終於我沒有機會了 這是2018年的2.5自然進氣的 這台車我已經試開了一個月有了吧 覺得整體還不錯 它這個是有點古銅色你知道嗎 這個顏色上去應該 我就差不多要被裝輸了吧 呵呵呵 我就到時候又賣不掉 改黃色 不過現在新的CAMBERRY出了你知道嗎 網路上有加 欸大陸已經出了 長得已經又更像PIRIS那個世代一點 不過沒關係啊 我覺得這個還是風雲有蠢啊 然後再一點就是說我覺得 比起我們上次收這台車 現在價錢又稍微在低一點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可以有一點本錢來玩一台這個車子 然後來跟觀眾朋友分享 然後我覺得整體的這個氛圍還不錯 車況也很好 而且買回來的時候我在開的時候覺得不太會跑 前車主應該都開四驅而且開很慢 油門緊緊的然後反應有點笨笨的 那我覺得它的頭燈本身其實就蠻銳利蠻好看的 我是個人就是喜歡銳利一點的 要不然就圓的很可愛 一些阿薩布魯形狀的我是都沒辦法接受 大燈的部分應該也不太用去做更改 而且其實我對於它這一次的這個 有點V型的水箱護照我是覺得還不錯 這跟我們那一台CHR 差不多時代也是做這樣嘛 這次應該不會弄CHR那麼誇張而已 我們上過一次檔就好了 然後呢大包來了 這也不算大包 這小包尾下巴而已啦 對不對 這後下巴 然後這個是前下巴 還有我的小鴨尾 我最喜歡的小鴨尾 欸小鴨尾你是買素材色的啊 對啊 送去貼卡帽膜要不要 可是車上沒有卡帽元素 那你要用什麼顏色 銅色吧 不然這個顏色我們不動 我們車底把它烤成黑的要不要 來來來來 小鴨尾在這 唉唷 膩合度還不錯 點綴而不誇張 尾燈有點鳥 找個尾燈把它換一下 現在車都這樣頭 它的頭我覺得蠻有質感的 但是這個屁股這個燈 它這個燈的那個通透度跟那個感覺 就很像14年那一代舊款的那個 Artist 就看起來是偏沒質感 好不好 有機會我們可能找個燈來把它弄一下 屁股也把它弄得有質感一點 這樣子就可以前後呼應 不要總是 大家頭做得很漂亮 讓它屁股隨便弄一弄 唉這根是什麼阿呆 這根應該是那個鍍鉻四條 鍍鉻四條 這一包是配件 全部都鍍鉻配件 到時候上去 看看弄起來以後呢 會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內裝看一下 帶大家看一下 這內裝我真的覺得有水準 哇像椅子 漂亮吧 你看後面有後座出風口 位置也蠻大的 真的阿這個車子 我覺得車礦還蠻不錯的 後面還有兩個充電孔 其實它輪胎也很漂亮欸 二三年的 還不錯米其林的 可是我們應該也是要把它換掉 對啊你要換礦的話 好啦沒辦法 不是啦礦要大一點比較好看 大一點視覺效果好看一點 開起來也比較穩一點 慢慢陸續再跟大家分享 處理下去 現在還裝著 CAMERY的下巴 所以你喝過了喔 我也喝過了 覺得還不錯啦 這又黏的就好了 不用鎖螺絲了 旁邊要 旁邊要鎖螺絲 這個黑黑的是原本就好了 還是你家的 它有附啊 它有附這個 那個是要幹嘛的 其實就是 也是說 擦那個縫隙 感覺密合度會比較好 夾在中間 一般正常這個 中下巴都是會這樣裝 都會有那個像這樣 它原本就有流動喔 它這個原本就有流動 只是說 還是要再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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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新的下巴會擋住 對對對 所以說它裝這一支啊 哦 就讓它氣往下擺 不然這個機會 直接出在下巴上面 對啊 馬上又溶掉了 對 所以它們先揪上去 排氣管就延長起來了 前後其實這個都還蠻準的 你怕會掉對不對 對 所以說我還是加減用一下 不要點太多啦 打一下 讓它有附著力啊 再換尾燈喔 尾燈我們那時候沒有看到實體 那水擦就可以用了嗎 還是要改 不知道 要先插下去再看 應該是水擦 不用改啦 先試看看喔 再來塑那個塑袋好了 先試看看會不會亮 對啊 搞不好 搞不好不知道會亮嗎 照理講是會啦 好像蠻好看的 有有亮 方向燈這邊只有亮一半 哪邊 差勢啦 差勢啦 只有亮一半 現在這個沒到咧 今天我比較開心的 所以它有過電不會亮 對啊 有過電啊 你應該在電放 你應該在怕電放 對啊 電路啊 這邊有過電啊 電從下面來的 上來的這邊 對啊 這邊有亮嗎 那邊沒亮嗎 我們剛剛就是 這個方向燈 照理講它下面這一條 應該也要一起亮 然後剛剛有亮 這個綠色是小燈 黃色是炮箱燈 然後紅色是煞車燈 然後剛剛量了 就是有通電 然後訊號有來 有來但是燈不會亮 然後剛剛有打給廠商 廠商說要在寄一組 中間真的給我們 所以到時候在等廠商寄一組 新的 應該是好的吧 對啊 希望 希望 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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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煞車有 有 有 啊倒車勒 有 有 有 好了 好了 有了有了 有了齁 漂亮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一台是 你扶這副 我 有這還要再 再駕駛啦 好的 今天來到黃季 這台 Camry 已經改完大包回來了 然後這次的大包是老板挑的 然後是有點鍍鉻的 然後我們現在來黃季換輪框 輪框還是老板挑的 我們現在車上是17吋 然後我們把它換成18吋的 挑了一個雙色切削 然後也是有亮銀色的 跟大包做一個搭配 然後呢我們等一下換輪框的時候 因為會把輪胎拆下來嘛 所以我們就順便檢查一下 煞車皮那些的 看一下不要換 然後我們在換輪框之前 等等先跟陳老板去試個車 我自己開起來是覺得 沒什麼問題啦 因為車那麼行18年了 然後才跑4萬多 4萬6 所以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我自己覺得啦 他下次的包養里程是48000多 也差不多了 所以等一下順便點包養里程做一做 我們先去附近簡單試一下對不對 4個車 以CAMERON的18年 然後又跑4萬多來講 這應該健康程度都會很高 本來TOYOTA的車子 就問題點不多 然後又這麼新 才4萬6千多而已 不過這避震器感覺上 還有Li-Li-Chan嗎 三腳下 感覺上都滿正常的 沒有異音啦 對 所以登到窿窿的聲音也都滿正常的 這一代是進口的對不對 進口的TOYOTA 那零件會比較貴嗎 其實TOYOTA本身的零件不會太貴 進口件也還好 那這一代你有修過什麼比較特別的東西嗎 到目前都還是保養 連避震器都很少遇到有壞掉的 而且這一台的底盤真的還不錯 它的煞車也還不錯 沒有改過嗎 沒有 所以都原廠 都原廠的 剎車不會太爛 喔 所以搞不好 剎車皮也不用換 等一下看一下厚度 對啊 如果厚度夠就OK 因為這個剎車力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腳踩多深 它就剎多少 不會說有那個虛位的感覺 還不錯 滿健康的 它避震器也沒有改嗎 沒有啊 不然怎麼包得這麼漂亮的 你就大包了 對啊 大包是我們改的 對啊 其實這一代的車子 我是覺得以CAMERY來講 算很漂亮 對啊 我也覺得這一代算蠻漂亮 因為其他的CAMERY 我又覺得有一點蠢 腿腿的 你是不敢講 我幫你講沒關係 因為這一款的型 我就覺得比較符合我的那個感覺 就是比較有現代感 對加上這一代計程車用的比較少 因為貴啊 貴 它是進口的 它比較貴啊 貴來了 試完了 OK 我們先把它頂起來看看 你看 這是那個原廠的太陽正在去對不對 原廠的太陽正在去 不要移過去 現在在檢查後輪的煞車皮跟碟盤 應該不會燙吧 微微的還算平滑 而且沒有什麼吃夠啊 嗯 然後煞車皮也還夠 然後煞車皮 煞車皮在檢查的時候 要檢查內外 因為有時候煞車皮裡面會吃的比較多 所以你看外面可能有 裡面可能不夠 所以我們要 連裡面都要檢查一下 對 裡面也還夠 裡面大概還有 這個都還有九成左右 這邊也是一樣 先看裡面 裡面的還也是九成 所以這個吃的蠻平均的 然後這邊也還有 都九成左右 都還算蠻厚的 對對對 然後煞車盤的狀況 也都還蠻平整的 沒有任何的倒勾 對 對 那前面的盤子也還不錯 大概也還有九成左右 裡面也差不多九成 前右的也 狀況的也都還不錯 以四萬多 這個前車主可能 習慣 開車的習慣還 還不錯 還不錯 照理講四萬多的話 應該煞車皮會大概一半左右 所以表示它開車還算蠻 蠻平穩的 不會急煞 這樣煞車的狀況都還不錯 那避震器啊 連桿啊這些 還有三腳架的鐵套 都蠻健康的 沒有 沒有肉油 也沒有破掉 傳弄走也都蠻正常的 避震器也沒有任何的肉油的現象 黃針套也沒有破掉 後面的避震器也都正常 沒有任何肉油現象 左後也是一樣 黃針套都很正常 左前 黃針套 避震器沒有肉油 靈感正常 三腳架鐵套正常 裡面都乾乾的 黃針套都乾乾的 裡面破 對 都蠻正常的 看起來底盤也都很 都沒有肉油的 所以這台算是 優冷身 這樣就等一下油換一換就可以了 那我問一個問題 是 因為它現在下巴很低 它原本我們車上是17吋 那換18吋 是不是再把車身頂高一些些 一點點啦 可能0.5公分有可能啦 可是也不會差太多了 如果以換算來講 不會有什麼差異啦 因為你不可能說 換18吋的就多了1吋出來 不可能 不是這樣子的 17吋升18吋 相對的輪胎的那個要減少 開箱一下輪框 小吃喜歡這種多服飾 這個鐸套一定要 那個鐸套要幹嘛用的 鐸套就是 有一個支撐力 不然它如果說 沒有這個鐸套的話 它只有靠螺絲 來把它固定住而已 有可能你蹬到噗嚨的時候 可能會往上跑 或是往下跑 就容易晃動 它就是一個固定的東西 改裝框都要這樣嗎 改裝框 你如果用定製的就是 那種車專用的尺寸的話 就不用了 因為它這個是通用的 所以它要找到對應的套子去看 對 那這有還有那個電瓶也幫它做個 這個一下這樣子 小魚拔 這還合理放圍 而且看起來很乾淨啊 對啊 還可以用 對 15% 建議更換 好 換掉 15%換掉 這是機油性 機油性 喔它是換裡面的那個 它不是整顆整顆換的那個 這個比較環保 OK 好 這樣今天就做完了 好快喔 剩下就等電瓶我們回去再換 我問你一個問題 為什麼它這個顏色會是這樣 原廠噴的 應該是防鏽的 因為我剛剛摸了一下黏黏的 是因為它是進口所以要噴一下 有可能進口的幾乎多少 有可能進口的幾乎 聖帕斯 出門在外只有聖帕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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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大包是什麼名字 Monderista 就是那個跟CHR一樣的 同一套的對不對 你覺得好看嗎 我們覺得這片好像殘土雞喔 覺得好像還是有點太凸了 他們家特色是不是都這樣 他們家的特色就是要鋪下巴這樣 類似這種感覺 好啦不過它這個霸氣許多啦 加厚就這段加厚 那因為這個我們有換加大鋁圈的關係 換18吋的關係 所以其實它車高也跟著有一點點的上升 那就顯得這個離地高度沒有那麼低喔 我們避震器是沒有改的 依照它原本的高度 比較符合日常的使用 然後我們是不是有換水箱護罩 沒有 所以水箱護罩是原來的 所以你看 我覺得最漂亮的CAMERY的一代 它水箱護罩真的原本就做的蠻漂亮的 看起來你說它是改過的也不為過吧 蠻漂亮的 不要再VMotion好不好 不是它是不是 隔壁棚的 講錯了講錯了 所以水箱護罩搭配這個尖銳的頭燈 真的蠻漂亮的喔 而且它頭燈還分成這樣兩個 跟現在Artist有點像 它這個做這樣V型 在帶齊它這個引擎蓋 其實也有跟著這個 V字型的線條一起過去 延伸過去有沒有 它這個引擎蓋這個隆起 我覺得也做的很好看 所以我真的覺得這一代不愧為是 我覺得最好看的一代CAMERY 然後再來鋁圈的部分呢 我選的 對你選的 我跟你講 不用多說什麼 我們的觀眾朋友下面會留言 其實我自己選到我也忘記了 我跟你講 其實我喜歡多幅式的鋁圈 我最喜歡的鋁圈是那個 B&W APINA的多幅式的那種 那超多幅耶 密集恐懼症的那種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一咖圈 除了我500上面的 除了愛快羅蜜歐的鋁圈以外 其實我最喜歡的就是B&W APINA的那種 放射狀 很密集多幅式的鋁圈 那柯P因為它 它的出身是 汽車美容嘛 所以它又覺得 我看到那個我就覺得很煩 因為它又覺得刷不完 它覺得縫太多 那我是覺得 側邊那種鋁圈的那種 多幅式的放射狀 很好看 好 再來 側群我們也是有加的吧 所以就多了一個這個 電鍍鍍鉻的這個 釋條嘛 而且你看喔 它下面的鍍鉻呢 往上看啊 它的門把 後照鏡 窗框 全部都有鍍鉻 整個整體性是不是看起來 比原本更好 沒有那麼簡配陽春的感覺了 而且呢 又跟原來的有所 呼應 車頂我們把它看是黑色 可是它媽看不出來耶 這個黑色有點 夾腳耶 我猜你幾 真的猜你幾 真的夾腳耶 完全都看不出來啊 我們本來想說很無聊 然後它用個黑色去看 我近看都看不出來 你遠看看得出來嗎 看不出來 好像沒考一樣 浪費錢 好 難免有錯嘛 對不對 我們在失敗中求進步 因為我們原本就覺得它頭燈還不錯 所以我頭燈就不跟動它 那我去跟動它的尾燈 我們換了一個貫穿尾燈 現在開看得到嗎 現在還有開機動畫可以看 來啊 發 喔 喔 喔 刀槍不入無所不能 喔 人性化的電腦車啊 這尾燈值得 我那時候跟阿呆講說我不管 我就是要這個 阿呆本來好像說什麼 我嫌太黑啦 喔你嫌太黑 然後我說不管 我就是一定要貫穿的 還很值得吧 而且它這個黑又跟原本的這個棕色有點 類似 有一點搭對不對 再來一個就是這個 喔這個燈我真的是 推薦 是捷陽賣我們的嗎 對啊 捷陽國際 捷陽啊好不好 鋪起來哥 推薦了吧 好這個不錯啊 真的不錯 我喜歡 再來這個後尾翼 小鴨尾 它其實原本的弧形 就是有做一點鴨尾 那我們這個鴨尾在上來只是在 帶出一點點的這個線條感 跟層次感 其實這顏色我認真講 越看越好看 不難看啊其實 我本來回來一直想說完了 這個顏色誰要買 可是真的 我覺得越看越好看 它晚上基本上幾乎就是黑色的 你知道為什麼知道 因為跟屋頂黑色很像 所以基本上它 越暗的地方你越亮 不是啊 越暗的地方它就跟著越暗 就變成有點 晚上就有點像黑色的 然後它原本 這個我們下面有加這個吧 對 電鍍四框嘛 也是一個下巴 那它原本的這個 排氣碗就是做隱藏的了嗎 欸 對 只是我們有再加一個彎管 讓它氣往下噴 喔 要不然本來應該是怎樣 原本是直出的 會直接噴到下巴上面 喔 懂 所以它的排氣現在是往下的 對 那排氣碗我們就沒有改了啦 因為這種家庭房車 我們本來也是把它改的帥帥的 沒有要什麼競技取向 好不好 接下來內裝 謝謝我們的ROG方向盤 製作了這個低調 又符合使用性的握感 很好的一支方向盤 加粗 打動 好不好 沒有什麼很誇張的 顏色下去裝飾 不過呢 它有利用它的巧思 稍微在這邊做了一點點的變化 因為我們覺得這個車裡面就黑內裝 低調就好了 所以它利用這個滾邊的線 在上下的地方 帶出了一個材質的一個不同 還蠻不錯 一樣有一個定位環 我覺得整體啊 目感是非常棒 你不要像我們去那個 一三五去阿六宅買的 回來這邊縫隙 沒縫那麼大 對啊 泰山雞雞都插得進去了 哈哈哈哈 那是泰山雞雞小還是縫大 同時存在 縫也很大 雞雞也很小 哈哈 所以這個用原來的下去改 完整度還是比較好一點 而且其實我說實在安全性也會比較好 因為有一些改方向盤會去切 為了做平板 對 那其實方向盤是 常常需要有力道去打的 哪一天開它啪整隻拔起來會不會 就是打到斷掉 斷掉 所以謝謝歐季方向盤 裡面就這樣而已嘛 所以你看我們當初連這個都捨不得撕掉 把它留著 再來進來 我記得里程就不高了 不是嗎 四萬六 里程本來就不高了 還有跟車 然後再來這個 引擎 底盤的部分 我們修理廠 外包廠 很努力的檢查了 真的沒有什麼東西 該換的 這就是跑少的 Toyota的最大的強項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不改這些東西回來 直接是可以 快要幾乎是可以賣的狀態 所以呢它只有換了機油啊 機油心 空氣濾心 冷氣濾心這些簡單的東西 好那鋁圈跟輪胎 都是 哇鋁圈圓它好貴喔 鋁圈圓兩個弄起來差不多五萬了 四萬多了 好 電瓶啊 硬擠 它幾個電瓶 電瓶應該是硬擠的對不對 電瓶 其實不換也是可以 55% 55% 好 前後下巴 側群尾翼的烤漆 跟它的材料錢 唐不郎當 弄起來大概也要十萬 改一台車 沒有一點實力還是不行 再還沒有弄什麼底盤引擎 什麼的咧 對不對 如果那些要弄進去的話 所以我們隨便一台車 加整理加改裝要花個二十萬 其實真的蠻輕鬆的 而且我們還是 跟一般消費者不一樣的價格 零件可能價格差不多啦 修理的工錢 工資就差很多了 為什麼 我們每台車都整理那麼久 因為我們都跟師傅講 你不用急著修我的 有客人你先去賺客人的 等你這樣閒閒沒事做的時候 你再做我的就好了 加減做一點 對對對做一點做一點 我們是因為這樣才會比大家便宜 也不是因為我認識它 所以比較便宜 其實站在師傅的角度 好處在於我們不吹它 它有空在做 它空前就把我們算低一點點 人家說那個保濕房 工作的縫隙 趁著它這個工作的縫隙 來做我們的東西 那這樣就可以降低我們的成本 它也可以賺更多的錢 對要不然本來 等客人沒客人 閒閒的在那邊發呆 也沒有錢 好不好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2018年的 Camry 2.5 小小的改裝跟大家分享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留言分享可以開箱 下次見 記得一定要訂閱分享 不然超級感謝也可以 你覺得還不錯的話 讚 人家 by bwd6 by bwd6 by bwd6